我希望大家永远要把佛性放在心中 要懂得人的修行要有一种助力 就是帮助你成功的动力 那是一种真实的力量 什么动力 因为我们懂得了精进 因为我们懂得了人修行 懂得了佛的真谛 就是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一切苦空无常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世界的过去 不会有产生另外一种痛苦的感应 所以每个人的过去都是很痛苦的 要能够接受它 理解它 消除它 解脱它 所以要用真实的判断来感应你自己在人间所有的这种感受 实际上用什么方法来感受和感应它能够离苦得了呢 就是智慧两个字 所以一个能够有智慧的人 他能用平常心看世界 他一切懂得都是无常的 这个世界一切拥有也会失去 所以平常心看世界 心能安止啊 你的心才能安定 才能制止自己无谓的那种思索 让自己沉浸在过去那种幻觉 幻想当中被他迷惑来让自己内心产生更多的痛苦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修心修法 就是体悟人生 罹患得争啊 就是要你们懂得我们的心 要懂得理解别人的心 懂得自身的心 感应别人的心 懂得开悟自行 不要被人间的一些景象所迷惑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 拼命的命都不要追求名利啊 本末道志般的生活 把假的人生看成了真的 让我们迷失 让我们流落在痛苦的世界 感谢